- 二六多少? 二六多少? - 二六九幾啊 - 剛才看是二六九幾 - 就破到二六了嗎? - 是喔? - 二六九六 - 要是花心什麼事情? 哈囉 早安 今天是星期二 然後因為上次做了一個Lazy Sunday Vlog 好像大家沒有興趣的 所以今天決定來個續集 Lazy Tuesday Vlog Vlog 好難唸 Lazy Tuesday Vlog 好那今天的第一個行程呢 是要去元寶家 我們要一起讀書 然後一起見影片 一起就是吃飯 有點像是把大家當作咖啡廳的那種感覺 然後 然後 喔 今天的底妝是S freak的粉底 眉毛是Excel 唇膏是Integrate的染唇筆 等下到他家再秀給你們看 然後就先這樣 我今天穿的很free 然後等下準備穿了拖鞋 喔然後今天余寶也會來 我要去送貨給他們 他們就是買了一些X girl的東西 我要送過去給他們 等下就是早上剛起床 現在有點就是頭腦繩之不清 呃我要講什麼 就是很多人可能會很好奇說 為什麼我跟余寶還有元寶會這麼好感情 因為我們就認識很久之外 我跟元寶家住得非常非常近 所以我們會常常要一起回家 連我們都會一起去健身房什麼的 然後捷寶會跟我們一起去健身房 所以就是我們四個人就還蠻常相處在一起的 然後就是現在這年代 就是不是會 雖然是你幾乎沒有在講電話嘛 就除了跟男女朋友之外 可是我跟元寶是屬於那種會講電話的 朋友 下班如果就是你知道遇到很雷的事情 我就會打電話給對方說 欸你知道嗎今天講講講講 真的太扯了 我真的覺得很生氣什麼什麼什麼的 其實大概是這種感情 然後就我們 其實我之前在台中的時候 他也會就是陪我講電話 就譬如說我要從學校走路回家 我很無聊我就會帶他給他 就是一種 很像 可以很放心在旁邊那種感覺 然後你跟他亂講話還不會怎麼樣 好啦今天這個影片 怎麼有點像是要跟元寶告白的感覺 沒有因為他最後要去美國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有點不安吧 到元寶家了 然後 下雨了 所以 很煩 下雨了 而且我今天外面帶電腦包欸 就是我的電腦現在是一個 裸機的狀態 但是 我晚上還有別的地方要去 好啦今天是要去捨比爾直播 試穿衣服 所以 我今天會在元寶家 就是 剪一片 然後 搭配一下直播要試穿的東西 因為我想說上來其實有點像是 點菜式的試穿 那這一次呢我想要先搭配好幾套 給大家參考之外 讓大家點菜 因為我想說醬可能會比較 有邏輯一點 對 讓大家有一種在看節目的感覺 然後 元寶幫我買了 Subway 可是呢 不要說我很健康 元寶買了餅乾欸 傻眼 應該是配套餐喔 然後 一個Subway 好 好 抱抱抱要把垃圾折好 喔打雷了 有聽到嗎 然後在這裡面 是兩個 應該是飲料吧 可樂 可樂跟雪碧 如果有 呃就是別的國家的朋友 其實呢在台灣可樂 可樂 庇疙溫 就是COMC Ko kö iana 是 叫作可樂 可樂 但是這是因為我個人發言目標準 我都會故意說可 熱 可 熱 這是雪碧 可是 可 м 呃好像你看 那 爆片出來 但是 從上面看下來 就知道它是什麼 好嗎 那 在 在元寶出來之前我要先喝可樂 等他一起吃中餐 然後晚一點呢 水鍋頭的魚寶會來 沒有啦 我們沒有約時間 我開玩笑的 我還沒有吃早餐 天啊 魚寶喜好早的 我好浮誇喔 好啦他喜好早的 那我就要來認真吃飯了 我剛剛說魚寶 是元寶 元寶元寶元寶 好 那你就一定陳腸水 喔那個指甲一些 對啊 欸你好抽一種用一種 我就 因為我想要充分利用 因為你怎麼把它用成那麼平 用剪刀 不懶欸 你在錄影耶 我用這個好蠢喔 對啊 好熱喔我幫他塗壞 我為什麼好蠢喔 試起來好自由 你要入鏡嗎還是你不要 都可啊 好那你在這裡 我很freestyle 你會freestyle嗎 欸那很好看的你有看嗎 我沒有看我只有看片段 我沒有整整個看完 第三集很好看 真的假的 好我去追 然後我要說什麼 喔就是我吃subway 就是不加料 的有 青椒 跟橄欖 還有 還有 欸還有什麼啊 辣椒 那你到我家 蛤 我我我 我只有不加辣椒 大黃瓜大黃瓜 妳好偏實喔 我不是偏實 是就是這三個東西 加在這個裡面 不好吃 很 很像在吃草 也是 可是這三個裡面 我吃青椒 我也是熟的黃瓜 然後我不喜歡吃的 真的就是橄欖 我覺得橄欖很臭 蛤 可是橄欖 我沒有特別喜歡吃 可是我就是 會懶得跟他講 我就會說不要辣 有這麼懶嗎 不然就是又講很多啊 可是那個辣椒超好吃的欸 有嗎 我記得酸酸 我每次 喔我喜歡松黃瓜跟那個辣椒 喔 就是 我覺得兩個味道還蠻合的啦 可是 我喜歡 我每次都很想跟他說 我不要敢懶 可是可以給我多一點辣椒嗎 這麼愛吃 可是我都不敢說 然後沒辦法 這裡喔 你怎麼摔到 而且他沒辦法收進去 我不知道欸 我明明就是背後著地 我不知道為什麼前面 可能前面有撞到 我就架在那個冰櫃上面 我不是要拍我撈那個冰塊 然後就整個啪 是不是因為 就是你摔下去的時候 鏡頭還是這樣子 魚寶吃魚寶 完全被擋住 魚寶吃魚寶 魚寶今天有點過嗨 你為什麼要吃同類我不懂 你為什麼要吃同類 你為什麼要吃同類 我們剛剛發現 元寶買的 背包非常的潮 裡面有一個這個 專門收納帽子的 這叫什麼 它叫做 Cat Protector Pocket 就是保護帽子的東西 你可以把它現在卡在帽子上面 你再把它收進前面的這個袋子裡面 而且它那個有長型的就是 就是可以有壓手 對 就是你再也不用擔心出去玩的時候 媽媽都被壓到欸 好潮喔 天啊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個設計欸 X Girl好潮 X Girl好潮 不要再 你看它的耳機孔在這裡 喔 對 它有一個可以拉耳機孔的洞 喔好潮喔 對 我跟你說 不要再judge我買兩個黑色的後背喔 欸這耳機好好的 聽這邊的 真的 就很近 這是有 設計過的欸 我看 我拍那個標籤 你這樣講 然後有有 對這樣 欸這個它真的是有 設計的很好 它是跟New Era合作的是不是 這個是跟New Era合作的後背 對好像是 這是有參考 使用者體驗的設計 友善 對 而且它這大航應該可以飛個三天兩夜了 沒錯 我卸妝後你沒有發現 我之後去新竹我就要飛一個 你去新竹要玩 玩 一天當天來回而已 他以為就是他自己跳過 那你不想背這個好嗎 他以為他自己會回去 他說這是降落的傘 對啊 雨寶背起來像降落的傘 快點降落 降落 降落 媽 你有跳過嗎 蛤 你有跳過嗎 還沒 那你有幫忙去降落蘋果嗎 沒有 沒有 我也沒有 我覺得我有辦法發欸 其實我還是有點去搞正 是嗎 我就是看到其實這位趴蛋就會逼自己覺得 不行不行就客足那種感覺 我覺得我有點害怕 我有點不敢 現在是零食 薯德哥 妳的 二色 妳想要那個五龍滷絲喔 喔好硬喔 摔一下 好溫 嗯 嗯 我哥哥的零食 吃起來太廢力了 這很不廢 這多懶 很硬啊 你咬東西 喔好累喔 鴨吃著了 那你吃凱皮納薯條 他就是 真的有點硬 你是你要用你後面那個比較大顆的鴨吃藥下去那種 是不是 我猜到那個後面 哥哥 很厚實我喜歡 我覺得太硬了 可是口味我喜歡 然後元寶現在在泡叉 在那裡 在那裡泡叉 這裡 等一下就有茶可以喝囉 太棒了 哈囉 我在元寶家發現一個好物 這個 液晶螢幕用的擦拭紙 它叫Elicon 然後 反正它就是可以擦電腦擦手機 我覺得很不錯耶 不然我電腦本來超髒的 大家可以去買這個 或是 就是推薦我更好的東西 嗯 元寶泡的茶 好喝嗎 元寶泡的茶 好喝 今天好像比較苦一點點 你們有聽到余寶來唱歌嗎 元寶泡的茶然後呢 有一種味道叫做家 有一種味道叫做家 你的助手會知道這首歌 很老耶 有人聽過爺爺泡我的茶嗎 請在下面留言讓我們知道 我這個頻道的年齡 真的不會 不要問這麼就是 會那個 打擊信心的問題 不會不會不會 我相信我們是同一國的 好吧 今天比較苦耶 今天是同一種茶 今天 不是今天是紅烏龍 就它的 它是紅茶跟烏龍茶的混種 所以 很不錯 最近晚上吃零食的惡習 真的很糟糕 你們真的很誇張 我比較喜 比起薯德的 我比較喜歡 卡迪娜 你可以拍一下就是這個場景 很醉餓 剪片的時候需要多少的零食 欸沒有開到嗎 零食 零食 就是 剪影片的時候 真的很需要熱量 我不知道 你自己平常如果是讀書的話 可以這樣 如果真的讀還認識的時候 反而不會耶 會在邊讀邊打混 這樣會 可是其實讀書好像也不會 一直想要吃零食 可是剪片就會想要一直吃零食 沒有啊我沒在剪片 我一直吃 而且 旁邊那個人在 滑手機啊 吃零食 怎麼可能 你不能吃零食 歪到死了 背中之背 今天突然過敏喔 好煩喔 這邊腫起來了 眼睛也腫起來了 好煩喔 好煩喔 而且 上課也很適合穿 對 被人拿出來了 不好意思 哈囉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 折月的工作室 試穿七月點心的新衣服 給大家看 你要進來 你不要進來 哈囉 這有點像是 要去上課的那種 傳達 就是你可以 咦 上課可以喝飲料嗎 上課不可以喝飲料啊 老師把你當掉 我跟你說 我怕是奶茶 還拿著夾 怎麼會 什麼 什麼 好 幹嘛你要拍什麼 我在Vlog啊 Vlog我們嗎 想看側面 誰的側面 應該是你的側面吧 我的側面嗎 謝謝